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我要跟大家介绍一间首购族的标准产品 它的总价是在1100万上下的一个三房车位的一个产品 在介绍珍爱加州之前 我想跟各位先分享小快溪重画区 它的整理开发面积为39.97公顷 重画区内有五大的主题公园 生活机能丰富 这个区块为什么发展那么快 原因其实就是它串联起来 由清晰国中清晰国小这边的东区 还有接连起来的我们大业代友区 在活化了民生路这里的旧商圈 进而将原本需要10年20年才能成行的商圈 在这里就迅速的发展了起来 并推动了周围商圈的成长 也包含了房价 我现在人就站在小快溪的南凯西步道 我的后方为三名运动公园 我的前方它接连的桃林铁路步道 这个区块可谓桃源的花园景观之最 现在我们来去看我们的社区 珍爱加州 社区的总户数为309户 基地面积为1,221平 我们在2006年完工 屋林有了16年 公社比为25到27% 楼高分别为9楼 13楼、14楼 跟地下三层的一个产品 它的社区公社非常的齐备 有接待大厅、视听室、月览室、图书室、会议室 还有一个交易厅 还有一个健身房 跟一个摆平的中庭花园 让你小朋友在中庭游玩 安全没有烦恼 我们的学区是大业国小跟大友国中 就在我们社区的正旁边 走路分别不到10分钟就可以到了 让你以后接受你的小朋友超方便 9年的时间 你会享受一个非常轻松的一个时刻 交通的部分就是我们捡运机灵酒站 15分钟的车程大概就能到达 那明光东路跟大夜路这边都有公车站牌 有桃园的市民免费公车 它可以抵达桃园的火车站 还有桃园的英文宅野中心 春日路的JC Park 这有台北直达的公车 高速公路则是我们的中山高 距离我们社区的行车距离 大概是在5公里左右 就可以直上交流道 也可以走中正路这里 上我们中正北路交流道 公园的部分 其实最主要是小块机这5个的主题公园 然后在景邻的我们虎头山国家公园 跟我们梯田公园 还有我们的环保公园 跟我们三民运动公园 生活周遭可谓是绿域暗蓝 也可以说是桃园公园最多的一个商圈 生活商圈为大业带有商圈 为桃园的新商圈 它最主要以宝山街为核心 附近可谓是应有尽有 再加上我们的宝山环温市场 它的产品丰富是多元 那我就不赘述了 现在我们来参观我们的家 现在屋主交给我们的价格为 广告价1198万 总频数为38.69平 它的室内屏含阳台有22.46平 车位为波道平面 管理费每个月只有18001块 发布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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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幾個點跟我們這個案子有一個符合的地方 第一個是跟建商買跟著重劃區買 因為建商的評估比我們都要來得完整 只要你是投P一定沒有問題 第二個買重劃區的外圍等待水漲船高 當重劃區內一坪推案價超過四十萬五十萬 甚至到六十萬的時候 那兩房型加車的產品總價都在一千兩百萬以上的時候 這時候隔著一條馬路之隔的舊社區 單憑在三十萬以內總價在一千一百萬左右的三房車位 未來會成長到什麼價格 這個就是水漲船高的一個概念 第三種則是買老舊透天公寓翻新 低買高賣賺價差賺金額 而珍愛加州則是符合第二點的一個投資心法 本案的缺點就是他室內二十二坪隔三房 所以他房間略小了一點 然後只有規劃一套衛浴設備 就本案而言其實真的很可惜 但是相對於回饋於總價上 如果你能接受這個小缺點 我建議你來這裡參觀 因為買房買的不是乾清水泥 買的是地段 買的是生活機能 買的是未來的附加價值 如果你對這一間有感興趣 請你跟我聯絡 請你跟我聯絡 請你跟我聯絡